北京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个月将前往俄罗斯观看上海组织六国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前往国外观看中国军队参与的军事演习 据新华社报道说 参加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第一批铁路运输参演部队 星期五搭乘俄罗斯军列使出满洲满洲离口进入俄罗斯的境内 中国军队将派出1600名官兵数十架运输机战斗机和其他重型机械参加8月9号到17号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 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基斯坦的首都鄙视凯克参加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后 将在8月17日前往俄罗斯 车里亚宾斯克观看军事演习 北京消息 中国警方为维持足球赛场的秩序 分别给予在网上鼓动足球球迷参与金骂事件的几个人 予以行政拘留罚款 限期不得进入赛场或警告等各种处分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北京警方在互联网上发现一个名为首都JM 就是金骂联盟的意思 这个金是北京的金 骂是骂人的骂 那意思是用北京话骂人 这个组织有注册会员数十人 主要成员有六人 推崇金骂 自今年中超联赛开赛以来 他们每次在赛前发出通知 告知比赛的时间地点 并在看台上挥舞首都金骂联盟的旗帜 带头辱骂裁判员和运动员 北京官员担心 现在离北京2008奥运会倒计时只有一年 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届时将给奥运会抹黑 因此现在开始加强整顿赛场秩序的力度 北京消息 中国警方为维持足球赛场的秩序 分别给予在网上鼓动足球球迷 参与金骂事件的几个人 予以行政拘留罚款 限期不得进入赛场或警告等各种处分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北京警方在互联网上发现一个名为 首都JM 就是金骂联盟的意思 这个金是北京的金 骂是骂人的骂 那意思是用北京话骂人 这个组织有注册会员数十人 主要成员有六人 推崇金骂 自今年中超联赛开赛以来 他们每次在赛前发出通知 告知比赛的时间地点 并在看台上挥舞首都金骂联盟的旗帜 带头辱骂裁判员和运动员 北京官员担心 现在离北京2008奥运会倒计时只有一年 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届时将给奥运会抹黑 因此 现在开始加强整顿赛场秩序的力度 黑龙江消息 黑龙江警方破获了近年来最大一起制造贩卖 假药集团案件 逮捕15名犯罪团伙成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警方减获大批假药 其中包括人用狂犬病疫苗 人血白蛋白 第二心血糠 六合通脉 无泰感康等多种药品 其价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 假药成分采用真流水和淀粉等廉价原料加工合成 包装与真药极其相似 并服有产品批号和生产日期 即可乱真 被假冒的药品涉及53家合法的生产厂家和101个批号 就在国际间质疑中国出口商品安全与质量问题的同时 中国政府誓言要加强监管 提高食品和药品的安全 我们去眺好市集部分 这段是期待